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的人要是填上一个无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成为重点的监控对象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尤其西方人非常了解 这个人如果要是没有信仰 很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从九十年代开始 离京叛道 嘲笑正统 颓废调侃的风气到处弥漫 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迟迷地读着这些一版再版的畅销书 千万别把我当人 过把瘾就死 一点正经没有 从甲骨文到竹简 再到现装书 中国人五千年来 确实没敢把书名写成这个样子 给人主意 坏蛋是怎样练成的 还有一托成名 是写给年轻人看的 把脸皮厚 心肠黑 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的人们 也在追捧厚黑学这样的热销书 还有报纸中直接叫丑闻隐私的 也随处可以买到 杂志上公开用色情和性 吸引读者比较正常 为了收视率 对观众已经用上了勾引这个词 当然还有电影 这是新上市的电影海报 已经挂到了超市里 上面直接写着 放纵的肉体 迷失的心灵 随处可见的 以成人宝剑为名目的 信用品商店里 摆满了不堪入目的 各种色情用品 任何人 哪怕是孩子们 学生们 都可以走进去 大开眼界 观摩一番 这些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 种种的生活情形 可以套用风靡一时的 畅销书的名字 无知者无畏 无知者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什么都敢做 即使是人类最为神圣而不容冒犯的宗教 对无知者来说 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2006年11月 有50多名来自河南农村的农民 化妆成少林寺的僧人 在重庆成都街头都受假药 强买强卖 敲诈勒索 公然殴打记者 围攻警察 最后警方动用了180多名警力 才抓获他们 像这样冒充僧人的团伙很多 他们在许多大城市里 流窜犯罪 已有数年之久 有报道说 佛门圣地少林寺 已经成立了打假办 专门外出打假 但收效甚微